1月13号据台媒报道 74岁以后珍珍在消失了4个多月后 突然公开叫卖价值千万人民币的豪宅 消息一出立马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去年10月珍珍母子被爆 从8月21号开始失联 朋友打了上千个电话都没有回应 而她失联前说过 要跟儿子去北京处理私事 由于她与刘家昌为了争夺财产 多次对博公堂 外界怀疑她去北京是要跟刘家昌打官司 珍珍与儿子失联的消息传开后 外界都很担心 接着尝试联系她却没有得到回复 而跟她关系很好的江大卫马海伦 同样不清楚她的行踪 珍珍母子显然看到关于两人失联的报道 这些日子以来有发声报过平安 却始终不肯透露身处何地 行踪至今成迷 本月初 刘家昌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并针对前妻珍珍消失一事 做出评论 她嘲讽珍珍爱出风头 失联一事是炒作 她一会儿住香港 一会儿住台湾 失联太正常了 我天天失联 她怎么这么爱出风头 这样还要上媒体 怕被边缘化 据了解 刘家昌与珍珍的矛盾 并不全是因为房产的争夺 还有多年前的一段恩怨 当时珍珍将一张 关于刘家昌的照片 交给了媒体 这张照片的内容 是刘家昌赤裸着上半身下跪 并道歉表示 自己会戒赌 对此 刘家昌十分不满 同时解释道 那次只是不诚实 问我有没有去赌 我说没有 她不给我上床睡 我就拍了这张照片 对此 刘家昌觉得 珍珍这个人很有心思 做每样东西的时候 都有预谋 其实珍珍的阅阁行为 远不止这一件事情 早年 她接受鲁豫采访的时候 被问及 是否还爱着谢贤 珍珍表示是 谢贤虽然在娱乐圈 是知名的花花少爷 与很多女星 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而且现在80多岁高龄 还交往过 20多岁的女友口口多年 这让很多人不得不佩服 四哥的魅力 身体健壮 最令人佩服的是 她交往过的女友 分手后都不会恨她 背后也没说她任何坏话 特别是她的第一任妻子 现年74岁的珍珍 甚至坦言 特别后悔离婚 现在依然爱着她 珍珍1948年出生 本名张家珍 原籍浙江杭州 她是娱乐圈殿堂级别的人物 台湾第一代孕女掌门人 年轻时 她曾迷倒过很多致命男星 包括邓家荣 谢贤 刘家昌等 甚至琼瑶都对她称赞有加 珍珍原本是没打算进入娱乐圈的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被同学偏去面试 这才有幸成为了一名演员 巧合的是 她是3000多名选手里 唯一一名被选中的女孩 可见她当时的天然魅力有多大 正是她在这些女孩中被甄选出来 所以导演李汉祥给她起了一个以后轰动娱乐圈的一名 珍珍 寓意她是甄选出来的珍珠 那一年她才刚满15岁 靓丽的外表 描写的身材 让导演李型白景瑞大为赞叹 曾赞她 你怎么拍都美 你就是天生的明信料子 得天独厚的条件 让公司决定对她进行大力培养 经过两年的刻苦训练 终于让她等到了展露头角的机会 后来凭借出色的表演 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 就连林青霞王祖贤都成为了她的粉丝 随着事业越来越红 她漂亮的外表和光明的前途 让很多公子哥文献而来 特别是谢霆锋的父亲谢贤 她更是进水楼台先得月 靠两人演同一部戏 率先获得了与美人亲近的机会 15岁初到就一直没有谈过恋爱的珍珍 在感情方面是完全的一个小白 面对花花少爷的甜蜜追求 她很快就陷入了温柔乡 而父母却对这段感情持有强烈的反对意见 因为他们了解到 谢贤在娱乐圈里是臭名昭著的情长浪子 花花少爷 与很多女性有染 虽然她地位显赫 但是怕她们的女儿犹如过往的残花败柳 玩够了被她扔一边 但是实际上这次谢贤动了真感情 在电影提吟 男主角谢贤与女主角珍珍假戏真作 把爱情从戏里谈到了戏外 爱得如交似漆 珍珍甚至在采访时公开地说 我不懂爱情 是谢贤教会了什么是爱 她是我的第一个男友 浪子回头经不换 育女终于遇到良人 这下可以托付终身了 面对父母的阻挠 她们选择了先斩后奏 两人偷偷地把结婚证领了 当父母看到木已成舟 也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希望谢贤能好好对待她们的女儿 谢贤也郑重地遵守她们的交代 事实证明 谢贤在娱乐圈的信誉还是很好的 虽然花心 但是对待每一个情侣的时候 都是很专一 1974年5月 两人正式对爱公布结婚消息 热闹的婚礼引来了无数的亲朋好友的祝贺 但是也深深地伤痛了一个男人的心 刘家昌 当听到这个消息后 她心如刀角 她不甘心 她决定采取行动 而新婚的谢贤夫妇 却沉浸在幸福的蜜月里 两人你浓我浓 亲亲我我 蜜月很快就结束了 两人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珍珍不得不履行合同 去拍电影 而季贤也在忙碌着自己的娱乐事业 刘家昌 娱乐圈的实力拍大佬 知名作词家 作曲家 电影导演 罗大佑 李宗盛 在她面前都是小弟 她还培养了 费玉清 刘文正 等多位顶级明星 正是这位恐怖背景的大佬 偷偷地盯上了已婚的珍珍 虽然是大佬 实际人品不咋地 在当时 她其实已经结婚 老婆就是珍珍的闺蜜 而且两人还有一个儿子 但是 为了得到珍珍 她不惜与原配离婚 甚至动用手中的权利 让珍珍根据合同 出演她的电影 这样才能更有机会 接触到心目中的女神珍珍 在片场直接跟珍珍表白 这种疯狂的追求方式 彻底惹怒了谢贤 远在香港的谢贤 知道消息后 扬言 见她一次 揍她一次 怎奈君子怕小人 刘家昌根本不怕威胁 仍然我行我素 仍然疯狂地追求着珍珍 对外不行 谢贤就要求珍珍 立马回香港 不回香港 就离婚 此时的珍珍还未意识到 男人已经认真了 在她心目中 刘家昌就是个粉丝 认为谢贤是小题大做了 而且合同还在 身 刚拍到一半 也不可能半途而废 于是就拒绝了 谢贤这个无礼的要求 恼羞承诺的谢贤 立马质问珍珍 为什么不回来 两人大吵一架 谁也不肯退让 都在气头上 谢贤说 离婚 立马离 珍珍也不甘示弱 离就离 拍完戏 珍珍回香港 立马在律师楼清了字 转身潇洒地 离开了他们的爱潮 等冷静下来的两人 依然后悔 但是碍于面子 谁也没再提复婚的事 当坐飞机的那一刻 她再也控制不住 自己的泪水 父母也惊讶于 他们的离婚理由 怎奈目以成舟 再劝也无用 在离婚之后 谢贤又遇到了迪波拉 最终两人结婚 于是就有了 谢霆锋姐弟两人 面对离婚后的珍珍 刘家昌大为兴奋 举酒庆祝 终于可以全力 追自己的女神了 1979年 她成功地拿下了珍珍 幸福地把珍珍拥入怀中 她终于如愿以偿了 面对家人在怀 她止不住的兴奋 高调地对外面 秀着她们的恩爱 让外界感觉 她们是最幸福的情侣 珍珍在外人眼里 也过上了悠闲的豪门生活 但实际上 她们并不是这样 一切都是掩饰伪装 在过了浅气的兴奋之后 两人其实早已貌合神理 刘家昌虽然很有才华 但是实际生活中 却是一个傻也不会的大少爷 众所谓上帝开启了一扇门 也会关上一扇门 好吃懒坐的性格 让珍珍大吃苦头 日子本就是两人相敬如宾 如今一个人好吃懒坐 生活岂能甜蜜 婚后第七年 珍珍生下了儿子刘子谦 在伺候丈夫很多年 生完孩子后 珍珍身体也变了样 跟一个普通家庭妇女没两样 刘家昌下了床之后 一脸嫌弃的看着旁边的女人 不由地感叹一句 本以为娶了夏奈儿 怎奈是个普通的佐丹奴 失望的刘家昌这个时候 染上患毛病毒 即使亿万家产 已抵不住这一个字 据珍珍讲述 刘家昌沉迷打赌 曾一分钟输掉几百万 随着儿子长大 他十分担心家中经济问题 便提出分手 刘家昌答应了 但是为了孩子的成长 两人一直隐瞒离婚的事实 直到2015年 刘家昌确实没钱了 落魄的他要起诉珍珍 索要生活费 还威胁儿子 公开打官司 面对赖的要求 他公开声明 其实他俩1987年就早已离婚 彼此之间没有责任义务 为对方负责 如果敢威胁儿子 他一定会采取手段 此时的儿子才明白 表面和睦的爸妈早已离婚 父母现在已经变成了仇人 势不良力 在采访珍珍时 提到谢贤时 他的态度是截然相反 一脸后悔 他坦言 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他一定不会跟谢贤离婚 对于珍珍的表态 谢贤也说 我到现在仍然爱着你 这一行为 也彻底惹怒了刘家昌 扬言此生不愿再见珍珍 至于两人北京的官司 是争夺公司股权 因为公司对公司 所以他没出面 不过他爆料 珍珍已经换了三个律师 还是无法进行下去 珍珍与儿子究竟身处何地 暂时还无法知道 但他说 快跟大家见面 相信他应该很安全 他跟前夫刘家昌的事情 毕竟是私事 就让两人慢慢解决吧 作为旁观者 只能祝福两人早日放下恩怨 别让儿子太为难 好 再次复杂